歡迎大家再次回到我們公民廣場 由民家電台和RTV繼續接力DBC的異國行動 我們希望繼續留守公民廣場 捍衛言論自由 為我們香港人的聲音繼續發聲 要讓梁振英政府聽到 我們不是那麼容易欺負 我們是很硬的 很硬正的 希望各位現在看網上直播的你 在RTV看直播的你 可以今晚7點鐘來這裡公民廣場 我們繼續集會 繼續發聲 繼續捍衛我們的言論自由 在還有一個小時 直直開始這個1048國報之前 有我們繼續談論一下我們的不同的政策和時政的節目 在我身邊有兩位今天的嘉賓 今天找到我們上來 當然是講一下土地和房屋的不同的東西 分別有反秘規班柱組的陳劍青和環保祝國的談凱邦 大家好 對盡一點點 大家好 梁振英自從找了陳茂波波叔之後 他說要硬調道理發展新界東拔 大家都知道有這樣的問題 他說發展新界東拔 整天都是欺負我們香港人 就說沒有地了 沒有地了 市區沒有地了 很糟糕 就是再不起樓就在這裡 大家沒有樓住 大家現在樓價又創新高了 就是這樣整天挑動 人民之間所謂偽暴的內貌群 真是屢結不鮮 包括我們公民廣場裡 知道的人士也感受不少 希望首先檢青說一下 其實市區是否真的好像梁振英和林鄭所說 那麼沒有地呢 還是其實是那麼糟糕 你明白嗎 就是樓地 團職居期呢 你知道近來有個陰謀嗎 是 什麼陰謀 齊江呢 其實不是因為他貪污 貪防禁區原地自避 是因為他之前在在任12天裡 公布的一個數字是非常之關鍵的 就是全香港有多少 空置的政府房屋土地 原來是有2100公里 這個數字是 就是一個導發力很強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是直接拆穿了政府 經常說地少人多 市區沒有地的論述 這個是2000多是市區人的 他是18區 18區 但是一些不用收地 屬於政府的空置的土地 所以你看到其實 哇 這個陰謀論都挺合理的 就是你拆穿了整個政府的土地 論述的西洋鏡 就是原來不是沒有地 周圍都是地 但是政府團職著 然後就跟市民說沒有地 之後就說一定要發展生在東北 整件事就是這樣 這個這樣的 就是18區的住家裡面 就是18區裡面2000公的土地 我知道也都有不少 是說是挺漂亮的市區的位置 包括可能是北角 或者是將軍澳的 就是近海的地方 甚至可能是在九龍 是一些很近市中心的地方的土地 但是同時間 第二個數字 我知道就是 原來很多 是團職了給另一款的房屋用途 其實就環保中國 昨天就公布了一個調查 看回一些已經落成的房屋 究竟何去何從 我們特別看的是一些大角咀區 我們發現到一些發展商是 建了房屋就不賣房屋 現在香港的地契或賣地商情 一般規定 叫做落成日期是有的 在指定日期落成 但是就沒有提到何時賣 我一些數據給大家看看 恆隆 就是陳建築 陳啟宗 說錯了 陳啟宗 是涼粉 涼粉 涼粉 倒回自己的涼質英米 它的朗晴灣 在大角咀的一個屋卷 在2006年 已經有1800個單位落成了 到今時今日 已經是2012年了 即是到六年後 很可惜當中 還有1000個單位還沒買 即是八座當中 有四座還沒買 即是一個半還沒買 買了在這裡 是的 其實我們一直都說 其實發展商給他很大的地區 他都每打個折 即是八折 即是可能有一兩成扣起 就做貨尾的單位 所以呢 大家去看 現在經常說的落成量 大家要留意 還有水份 因為落成量 扣起10至20%做貨尾 隨時落成量的7至8成 才等同於供應量 或者售賣量 所以過往幾年 不僅內地人買了香港樓 再加上地產商屯積居期 再加上地產商 喜歡建大單位 各位可以算一算 兩個大單位 等於三個小單位 所以單位就越來越少 其實發展商是有責任在這裡 因為是否大單位很近呢 其實 豪一點 內地人喜歡 比如一個大單位 一千呎 其實兩個就二千呎 其實可以做到三個中小型單位 但是很容易計算 過往 即是單位落成量 每年 這幾年 即是只有七八千個 其實可能最終有萬幾個 為了一個中小型單位 所以其實 當然 曾蔭權有絕對的責任 但是發展商 團職居期 和做大單位 亦都是雜貌狂態 即是你見到 其實有個數字 都可以參考一下 即是全香港的 有二百六十萬個 負責單位 有二百三十萬戶 左右的香港市民 那其實即是說 有三十幾萬個 有三十幾萬個 封置了的單位 是團職了 大概是九至十六百分的均設 其實這個是非常之不合理 即是你 即是香港裏面 有十個單位 在那裡頭中 就有一個是 原來是空置了 可能是炒賣 或者被發展商 團職居 其實很多時候政府 經常說 不夠地 所以解決不了房屋問題 那房屋問題 是不夠樓 還是怎樣 其實我們見到 又不是不夠樓 即是你見到 剛剛聽Roy說 其實周圍都是樓 即十分之一是空置 為何是有些措施 令那些樓可以釋放出來 其實馬上可以解決一些 可能租金的問題 其實都有些感受在裏面 即是不連前環沒有觸覺 就在大角咀發證 可以叫做 反對西舊龍在屏風樓 最近回去看很多屏風樓的氣號 風就已經減弱了 即是很熱 很焗 但最終看到那些樓 只有兩類東西 兩類樓 叫做 一就是發展商賣光了 但是它萬元一呎 賣給內地人 我相信在座 即是可能有人 連富豪都不頂 尤其是大角咀那些 那些 那些都賣不起的 再加上 有一些就是團職 所以其實當時反對的屏風樓 今時今日就變成貴樓 或者是一幽靈樓 那其實大角咀的居民 是犧牲得不值得 即是我都是有些感受 坦白說是感激於懷 但是現在這麼無奈的情況 即是似乎 即是作為我們現在市民 除了發聲之外 透過DBC 透過TV之外 其實最終都是要政府聽到 因為我們現在發覺發展商 實在是一個橫皮的小孩 你叫他做A 他就做B 基本上 一般市民想要置業 他又不會給你一個置業的機會 即是總 簡單而言有一個比喻 即是 有香港其實足夠的麵粉 但是發展商就不做麵包 就做高級的發水蛋糕 所以現在目前的情況就是 基本上 你的地比發展商 都注定是不會被人安居 我剛才想問一問 就是你查這些空置的單位 或者兩位都會問 這些空置的單位 其實是在市面會不會有流通呢 還是其實是由這些 已經擁有了這些物業的人士 又或者可能是發展商 特意不放出來 就是他喜歡透過經紀這樣放 還是有什麼方法 就是他用什麼方法 可以把這樣的樓 又好像隱藏了 發覺沒有 這樣炒高了 其實這類空置的單位 有幾個類別的 其中一類剛剛都有提 就是其實香港10個單位 可能有0.8到1個 其實是沒有人住的 那這些沒有人住的單位 有幾量東西 第一就是發展商不開賣 第二就是度假很高 那夠經紀放盤 又沒有人買 沒有人民樽 那樣 發展商就不到價 就不賣 所以 就是夾夾賣賣 還有這麼多的情況 還有一個 這個就比較正常一點 就是有時候單位樓主 例如A業主賣給B業主 那樣算 中間有段時間的空檔 都是計算在裡面 所以這個就很難解決 但是我所說的 剛才那兩種情況 就是發展商不開賣 或者要高價來賣 這些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樓房供應 為什麼被發展商操控了呢 那就是香港人都幾陽顧客 賣樓都 其實還有一類的 我可以補充一下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個地方叫鬼屋 那個鬼屋 其實就是現在 新界東北 有一塊地 建了一些樓出來 就是三、四層高 很大的 建築範圍 裡面都可能有百多個單位 但是那個位 就是新世界建了 之後 它是團職著 團職了六、七年 都不動 其實那個地方 你見它 以為是爛尾樓來的 因為它是 連外牆都被柔好的 但是它已經出了入火子 但是那個地方 原來政府現在的上方 去改劃了 可以起二、三十年高 變成一個再大規模的發展 所以發展商這種團職 就是為了未來它可以拆了它 即是變成熊灣半島式 拆了它 然後再起高一點的情況 所以這一種 是另一種的 團職單位的情況 但是這種 它都成本很高的 這樣它都制的 它賺很多倍 我算過 幫那個地盤 算過 可以賺十億 即是它這樣換一換 再起高它 當然還未計算保地價 那些價錢 所以你見到 即是不僅是現在 政府說很多空置的單位 原來 空置的土地 原來是 空置的單位都很多 所以 為甚麼政府 經常都要講 地小人多 或者 即是要適合香港市民 我們一定沒有地 要填海 要發展商在東北 其實它應該是有 另外一些目的 是想做另外一些事情 不是純粹 去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 我突然想到 另一類空置 我現在台上就看不到 但是觀眾台下 你們應該可以看到 你們看不看到九龍站 看不看得到 其實我們做過一些 非正式調查 九龍站那些燈開的率 是最低的 當然就不是因為他們 不環保 只不過是 那裡的內地人的 購買率是最高的 普通內地人 九龍站 就是掃貨 投資 做度假屋 所以 其實 你可以看到海樹門 軍林天下那些 沒有甚麼著燈的長期 甚麼時候著燈最多 我真的看過 十一黃金周 那個星期是最多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 我們的樓 是很不幸 曾任何政府 是有些錯誤的想法 措施 政策底下 就搞到很多空置的樓房回來 所以 我一個小小的 最重要的 未來的目標 就是香港的樓 一定要確保 賣給香港最壞的人 就不是賣給內地富豪 我知道 譚海邦 在幾個月之前 就做了一個調查 就是 香港有幾多 可能是比較大片的 市區 又或者是 可能是新市鎮的土地 那時候也建議過 可能是加一些 港人港地的條款 那現在 你剛才說到 曾任權就衰 當然 梁振英更加衰 那 在這樣的情況 就是 一月 施政報告又來 對不對 我們現在 創新高 你覺得 你那些地 可以幾快地 幫到香港人 又或者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 很多香港人都不知道 說地少人多 但是其實 還有哪些位置 其實是很多地 很多單位 是可以蓋的 我再說一點 然後劍青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我看到 有一塊地 是很大 但是 政府沒有那麼善用 就是將軍澳南部 那個地 都超過一百公平 這樣 但是他們規劃的時候 就很可惜 那時候 居屋 就沒有了 因為 你也知道 2003年打後 宣公有些措施 就說不給棄居屋 那好了 當規劃到現在 開始賣地 那裡有14塊地 14塊地 有13塊 規劃了做私人樓 當中 7塊 7幅地 已經賣了 給不同的發展商 我覺得還有七幅 那七幅 最好就是建居屋 因為 那裡的南部 既然這麼多是私人樓 其實作為一個社區的混合 其實建居屋 都是合理的 而最重要 居屋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居屋 是確保到 是香港人買 最需要那群人買 以及 依時落成 所以 這個人可以在 梁振英拿分的東西 那些地 是否在歐地表 那裡 七塊就已經賣了 七塊就已經賣了 七塊就賣了 還有兩塊 在那裡 另外還有五塊 那也有機會 另外就是 我想說 就是那個空字 因為空字 就是 新界東北這個問題的痛悅 其實 只要 梁振英政府 去證明到 為什麼一定要發展 新界東北 其實他就沒有理據發展 那個理據 他沒有那個地方就是 整個原來整個市區 或者18區都有很多空子的時候 他更加沒有理據 所以我們那個訴求 或者 就是說什麼東西 不是說 完全不給發展 或者不是要去不解決房屋問題 而是 我們香港的土地政策 應該要有一些原則 就是我們一直都是沒有原則 就是說 這塊地就賣了出來去發展 我們的原則是什麼呢 應該是要以人為本 就是 你都沒有去想清楚自己 即是既有一些空子 屬於自己的土地 怎樣優先用 然後呢 你就要搞別人的村 搞別人的社區 搞香港人的一些鄉郊 邊界 這樣 就是這個東西 是非常不合理的 所以空子那個問題 是非常關鍵的 另外 還有Michael剛剛說到 其實還有些什麼地 就是什麼空子的地 我今天是找到一些新的發現 我們剛剛都出了新聞稿 就是 就是說 其實政府原來 之前公佈的2100公頃的 屬於可以建房屋的空子土地 原來是沒有公佈的 還有 它漏了一個很關鍵的數字 就是 屬於 例如 港鐵上蓋 可以建房屋的那些 封地 一些 我們在規劃上 叫做 未決定用途 就是OU那些土地 還有 綜合發展區的土地 掛了這些地方 政府就完全不公佈 加上我們統計過 調查過之後 發現 這裡整體計算的數字 是有整個160公頃 就是它漏報了 全香港可以用的 政府土地空的 是可以建房屋的 160公頃 160公頃是什麼數字呢 其實剛剛好 等同於新界東北 整個可以建房屋的用地 就是它藏了一個新界東北 現在在陳老波的新的數字 就是在港鐵上蓋 一些未決定 以及GIC的地方 不是GIC 是 OU 即是未決定用途 以及一些CDA 中合發展區的用途 全部是可以建房屋的 屬於政府的土地 說說說 我又想到另一塊地 原來香港也有很多地 其實 半個月前 左右 我有一天晚上 像大家一樣 上網 用Facebook 看看Google Map 衛星圖 看看新界東北的地 是怎樣的 你最喜歡的 這個衛星圖 我偶然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 那天發現了原來 有個哥爾夫球場 後來就知道原來是170公頃 其實我只是用了十分鐘 不小心看Google Map 而發現 第二天我就告訴了 一些記者 之後也有些傳媒報道 為什麼發展過哥爾夫球場 就是為什麼不發展過哥爾夫球場 就是選新界東北的民居 其實那個地 仔細一點 還可以說多一點 其實那裡是一個熟地 因為哥爾夫球場 其實基本上是平靜 還有 草由於它不生得高 換言之 就要下很多殺草劑 所以其實哥爾夫球場 在環保界 環保團體來說 都不會覺得很高生態價值 環保團體的關係 很容易過得到 那塊地一億剛好 170公頃 又剛好是新界東北民 就是住宅發展的地 其實我自己覺得 新界東北 如果它硬發展 是站不住腳 那為什麼不去哥爾夫球場 現在我們先休息一會 希望我們完結後 就可以討論一下 新界東北這個問題 我們不可以讓陳茂波 繼續躲在一二角 我們要他快些撤回 這個不公義的東西 都在這裡再提一提 在網上RTV和民間電台 在聽直播的你 希望你可以聽到這個呼籲之後 就立即在7點之前 都希望你可以來到這個公民廣場 我們繼續接力這個二播的行動 捍衛我們香港的言論自由 繼續發聲 待會回來我們繼續講新界東北 好 繼續回來RTV和民間電台 接力DBC二播的公民廣場 在看RTV和聽民間電台直播的你 可以聽到這個呼籲之後 希望大家可以7點開始 大家來到這個公民廣場 我們繼續撐現頓自由 為捍衛香港的自由的聲音 繼續發聲 需要你的支持 希望大家現在立即 不要等了 真的來到這個公民廣場 我們正在等待 同時間也要在這裡作出一個呼籲 就是希望大家繼續去支持 這個DBC大班 何國輝的訴訟基金 希望大家可以把捐款 捐入去以下的一個戶口 那就是恆生銀行的戶口 那個戶口的號碼就是 280-441-940-001 我重複多一次 是280-441-940-001 那入數字呢 就可以把它寄回到這個 周啟邦律師事務所的 那就是在這個德庫道中 71號 永安集團大廈23樓 是永安集團大廈23樓的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言論自由 繼續捍衛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回到我們台上的時間 我們之前那次已經說到 我們說說新界東北的問題 在休息之前 Roy就說過 在香港高爾夫球場 是不是 這個民建聯 和曾蔭權很喜歡在 高爾夫球場側近燒烤的地方 是不是 什麼粉嶺的行政長官別墅 民建聯試過在那裡和曾蔭權BBQ 還有相片上來 其實整個新界東北的爭議都很明顯 就是政府有地不發展 總是要發展這樣的地方 其實新界東北這個規劃 我想從2008、2009年開始 一直在醞釀 這個規劃 被人說 我們香港要被融合 很多事情都要跟大陸一起 配合大陸去發展 林鄭之前有上去深圳去聊聊聊天 是不是 其實劍青可以說回 這個這樣的新界東北 好了 今天去到這一步 陳茂波武企可行 他又是賴地硬不下來 就是 你的分析或者你的看法 就是之前你聽到陳茂波或者整個 梁振青政府的回應是很笨拙的 例如他首先在這裡推銷整個禁區 新界北 包括新界東北 就要打造一個自由內地區 然後裏面就要製造 大概二十幾個銅鑼灣 這麼大的土地 就用來製造一個叫做特區 中的特區 然後裏面可以有內地自由行 或者是免簽證入境的 就是很清楚的 大家可能在網上都聽過 就是有些人專門剪一條聲出來 他真的這麼說過 是整個未來珠三角的一個經濟亮點 就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然後去到 就是開始有人覺得這個 哇 好有問題 好像在鋪路著 是深港同城化 深港一體化的時候 他又縮回頭又說 這個是純粹一個 為了香港人的紳士震 有段時間每天都登廣告 就登一些很大阪的 有些在明報 明報一部 都登很大阪 全版廣告 很漂亮 然後本身那個地圖 我們說在東北 如果你弄出來的時候 你很容易看到 它是貼近邊境的 但是那個廣告 它就好像畫到 是一個完全沒有位置 純粹一個地塊 令到你不知道那些 即是新法整區在哪裡 即是它就說 這個是純粹給香港人的紳士震安 那又轉了口風 說不是一個深港融合計畫 但是呢 近來你見到 他那天的國慶發言 趕走會 是的 他又說 香港人不可以顧布自封 即是 中港人是大勢所趨 香港不融合就會死 近來還說了一個鎖港論 即是說 現在有些香港市民 就覺得 不應該在邊境發展 或者在抗區融合 其實是鎖港 我真的聽到眼都睜 我真的覺得 很多香港人被誣衊 即是 你怎麼會 即是 我們有什麼條件是鎖港 即是 鎖港也是解放軍所 是的 即是我們有什麼 軍事力量可以鎖港 我們有什麼 即 即是 我們現在是說 不可以香港無限量 開放給內地自由行 或者內地那些炒家 在那裡炒香港的樓 是解決著香港的真正問題 然後呢 即是叫我們不要做事 然後就繼續給內地的資本 一直在那裡 在那裡團職 或者炒賣 這個是 即是覺得很多香港人 覺得吃了死貓的地方 那你見到整個過程 基本上是 全部是不停地轉引龍門的 即是 即是有時就說不是融合 有時是融合 那我都不知道跟他討論些什麼 這個是其中一個 在整個運動裡面 一個很特別的特徵 你都很貫徹陳某波 是不是 即是劏房不同於晚間房 是的 然後他說 新界東北和禁區 是兩個概念 但是 它兩個概念 即是兩個計劃裡面 其實是 它一個目的來的 即是都是一個 我講整個邊境 包括河套 包括新界東北 甚至未來洪水橋的地方 其實整個新界北 是打算開發成為 有個叫深港都會的計劃 那你看回 即如果大家 即可能很少接觸 大家不會專心去看 一些簡體字文件 即是如果你看過一些文件 即是包括 例如深圳2030 那個願景規劃 即是香港自己一個 香港2030的計劃 那深圳也有一份 那深圳那份呢 你見到 其實現在梁靖 在講一些計劃 或者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張志港在提出一些概念 即是包括邊境 叫整個自由貿易區 這些概念 其實是源自於那份 即是深圳2030 可能是050、6年那時候 寫的一份規劃文件 是怎樣鋪路 打造一個雙子城 即是很明顯 例如我們香港市民 是不是說要去發展邊境 要打造一個雙核心的城市 即是除了中環之外 未來有個 即是城市中心在邊境 這件事是 我們不是香港人一起談出來的 而是原來我們的特首 或者我們的政府 其實現在是用內地規劃的視野 去規劃我們香港 即是配合人家去規劃我們香港 即這個是我們 為何經常說 新加東北是被規劃的情況 我想有一個更加明顯的情況 就是如果在座的各位朋友 或者網上的朋友 真的有看過 新加東北的發展 那三個紳士的規劃圖裏面 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地區 就是打鼓領的紳士 是的 那打鼓領這個紳士鎮 就真的 這個規劃簡直是極致中的極致 因為 你去連塘口岸 是十分之方便 你會有高速公路值 但是連塘口岸 但如果你打算是由這個 這個紳士鎮 打鼓領紳士鎮 出回去粉嶺 真是嚇死你 是不是 即是那些連接路 原來不是全公路 還是要一些雙線雙情行車 那些半鄉膠食的道路 即是 這個都匪夷所思下 我正正就是想用這個例子 即是究竟 即是這個 新界東北的三個發展區 究竟 即是曾蔭權 甚至董建華年代 究竟是否有一個融合的目標呢 我這個不可以猜測 或者沒有實質證據 但是一定會有一個客觀的現實 就是那三個發展區的位置 是必然地引發到更多的中國融合 而正正的例子就是打鼓領的發展區 打鼓領的發展區 很神奇 它的位置 就是去連塘口岸 是很近 五至十分鐘 但是回到粉嶺 可能三四個字 如果要出沙田 可能半個小時到九個字 如果出九龍 一個小時都遲 那究竟 即是位置上去選擇那裡 即是有沒有融合的概念 有都不定 那無謂猜測 但是有個客觀的現實 如果那個口岸 即是打鼓領的發展區 真是成真 我相信 這個真是一個融合的 一個必然發生的事情 而我作為環保團體 我亦都同時關心 那個三個發展區 當中很多農地 即是很可惜 我們自以為 可能第三 即是treasery 一個production的地方 即是或者一個 第三層次的一個經濟體 我們似乎不太尊重農業 但是始終我們一定要留意大陸 有這個食品問題 我們都不能無限量依靠大陸的食品 我覺得香港是應該要有 某個percentage 一個某個比例的農業的生產 是令到香港是有足夠的菜 起碼菜 因為我自己就很喜歡吃有機菜 亦都不介意比貴一點 即是的確是好味好多 以及支持本地農業 所以其實新界東北 除了一個融合議題 我自己覺得還是一個 本土農業 是怎樣去可持育的問題 因為其實 我猜測很清楚 你們有資料庫 其實很多的農地 已經是荒廢了 原因就是發展商收地聯 沒有租出去 導致很多的荒地 現在的荒地 其實很多事源都是農地 即是這些發展商 是想製造一個既定的事實 告訴大家 那裡已經是荒廢了 為什麼不發展呢 其實它都是團地 我很記得猴志強 即是這個上水香生 即是說了一句都挺開心的 就是說 柚田你是不是中 這樣 現在問你了 本家劍青 你們這班朋友 這個柚田 是不是中 其實你看到現在 魚農處排隊 等政府幫他找農地的數字 是很 即是有成二百幾三百 三百幾 三百幾 現在越來越多 其實現在說 即是二十一世紀 有一個潮流叫回農潮 即是你不要以為 就是耕田 就是好像以前 去鄉郊那樣想像 是例如一腳牛屎 即是一些鄉下路 那樣東西 現在是一種 即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以及現在很多人都在想著 即是農業怎麼作為一種產業 即是經濟上面是可行的 即是例如 為什麼香港人會走去北海道 即是沒有輻射 即是輻射事件之前 走去北海道 買人家 一萬多元買了帶子回來 即是人家 即是在本土農業 魚農業方面 即是做到一個模式出來 而那個裏面的產品 其實是很反映到本土的特色 但這件事正正就是香港 即是一直缺乏了 我永遠都是一些大財團 即是你去到一些 即是香港是說不出 它自己本土有些什麼品牌 是真的從自己那裏生產出來的 即是這個涉及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香港是沒有本土農業的 那香港政府一直都不正視這個問題 即是任由鄉郊的部分 是不停地被載割 全部都用來炒樓 不是炒樓 不是炒樓就融合 不是融合就被內地的富豪在那裡炒樓 那整件事就是這樣 那現在我想說一個數字就是 即是香港其實現在有城鄉 那個土地比例是有多少呢 即是我們說香港其實有城鄉和郊 郊大家都知道可能是佔了六成 那城鄉和鄉的比例現在是說 有23%是城市現在土地的面積 那郊呢我們現在剩下多少呢 其實剩下5% 5至6% 其實我們一直是沒有談過 這個城鄉比例是怎樣的 然後呢 在沒有了這個整體城市佈局的一種參與 或者討論的情況之下 政府就和他們剩下我們的鄉 剩下我們的城鄉 剩下我們的城鄉東北 這些農地 這些飛沿居雲村 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一定要政府各自這個計劃 其實就是因為它根本就沒有幫我們香港市民 好好地想清楚我們香港的城市佈局是怎樣的 即是我們是要有城有鄉的一個城市 我們是要一個怎樣的城市 還是我們是要一個雙核心城市 好像政府這樣說 即是我們未來的其中一個核心 是在深港邊境會加速了一個中港融合的地方 這件事是一直沒有談過的 我又要叫大家看一些衛星圖 我其實很喜歡叫大家看衛星圖 原因是呢 你會看到香港的地是怎樣用的 剛剛除了說那些農地 地產商拿了的地 還有一個地是很多的 大家去看看新界 尤其是西北 非常之多貨櫃場 還有很多的回收場 當然我很支持環島 大家都知道 我都贊成是有一些回收的設施 不過很不幸地是很多荒廢了 可能基於業主收地 或者不租出去 這些原因 那在衛星圖看到 貨櫃場是一個四方架 即是一個四方形 長一四是長方形 不同顏色的 你就看到那些貨櫃場 是非常之多 那究竟香港的新界西北土地 究竟是 是不是應該這樣 那麽胡亂 就是有些貨櫃場 有些棄置回收 究竟是怎樣用呢 其實我覺得 是應該盡快去探討 因為呢 其實大家知道 大家以為可以等 其實是不能等的 因為呢 發展商的收地 是非常之快的 就是告訴大家 新界東北的土地 已經很多 已經是被發展商下釘了 就是 基本上 發展商買了很多農地 買了很多荒地 很多荒櫃場 那究竟 政府是否還在那裏 叫上手呢 這個是值得去想的 那 但是還有一個可以提一提 就是 其實為何那些發展商 是買這麼多錢去買土地儲備呢 因為在農地呢 在發展商眼中是相當便宜的 那它買了一個機會 它可能幾百元呎 兩十年代那些價錢 然後它薄一薄 如果發展到最終 可能八千元 九千元 一萬元呎 可能賺好很多的得寶 就是它也是買了一個機會 那所以為何 發展商這麼多土地儲備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是不是也是 可能是今次 新加東北事件裏 講的是 公司合作發展 又或者是政府合作發展 那方面的 就是那個將領 是啊 因為 因為 因為你看到整個討論 在新加東北裏面 是很多 很多人參與的 就是 其中一個就是發展商 其實都是 但是我或是在某程度上 反對這個新加東北計蘭 那它反對的是 就是那個公司營 合作模式 無緣無故轉了 就是政府主導的發展模式 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整個深港融合 都會繼續做的 就是在規劃上 其實沒有什麼改變的 只不過在那個 分餅仔的過程會變了 所以呢 我們都是反對的 但是發展商 它就是反對那個模式本身 就是它反對 就是明明 我都下釘在那些地方 等著起樓了 甚至是前屆政府夾那些發展商 在政府想發展之前 找他們進去收地逼走那些人 然後我幫你趕走那些人 然後你遲些不用搞那麽多安置或賠償 相得益彰的關係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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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然後再重新公開談論 這件事都涉及一個 現在整個我們香港局勢的轉型 例如我們現在梁振興政府 背後代表的一些發展或者地產利益 已經是跟以前不同了 我們現在的代表可能是一些新的 良型的地產或者內地的資本 等著無權拆掌下來香港去發展 例如恆隆 例如萬科 即是陳柳波董事的位 即是內地的大地產商 其實全部是等著的 本身的西亞東北的地 全部被大地產商既有的 例如行機、長實、 新同機團職住 那怎麼辦呢 怎可以呢 所以現在梁振興想了一條橋 就是先收好地 然後再公開拍賣 那他們一些新興的良型地產商 他才可以在過程分到一杯筋 所以你看到整個佈局裏面 西亞東北都變了 而陳柳波他可能會縮沙轉一轉模式 例如部分呢 就可能是繼續被地產商想 囤了一些地可以繼續發展 但是呢 同一時間又可以拍賣一些地 給一些新的地產商 其實整個局呢 對於我們香港市民來說 全部是蒙在鼓裡 和是沒有得益的 即都是一個 即是跟以前完全沒有分別 都是地產商瓜分 即是甚至有些內地資本 正在瓜分香港的土地的情況 有個都幾震撼的數字 其實呢 香港政府 自己的土地儲備 是不夠幾大技產商加起來的儲備 是啊 即是我們說的那個數字是多少呢 就是 我們說香港如果特區政府 是有2100公平 當然我剛剛說 他收了新興東北 收了新興東北 算起來 好 那2200公平呢 其實發展商 我只算一個叫做行基地產 即是我經常追擊那個公司 即無論在新興東北去 馬斯波去南深圳 我經常追擊他 那他呢 自己一個地產商 他已經有2000多公平了 即他的土地儲備 已經等同了全香港市民的房屋的土地儲備 即是他自己可以建一個城市出來的 即是他現在是新界 自己建一個城市出來 都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再加上其他四大 其實他總體的土地儲備 是多於香港的特區政府三倍的土地儲備 即是你想一下 即是我們 為何一個城市 是可以容忍 即是一些發展商 這樣團職著我們香港的保衛土地資源 即是為何我們是沒有法例去監察這些團地 即是剛剛一開始說 團職單位的情況 即是完全是 但是在一個混亂的狀態 大家是完全 整個香港的房屋問題 土地問題 是被發展商操弄的 那政府就常常都想將它變成 不是的 純粹是一個供應問題 我們找多些地便可以了 即是我們周圍去搶掛一些市民的地 包括搶掛一些我們叫GIC 即是社區用地 即搶了你本身社區一塊空的地 又搶你的工廈 即是工廈 要活化 要活化它 即是讓它移回到地 但是明明就有很多空置地 地產商又團職了地 然後又有很多空置樓 即是整個很誇張的現在的情況 所以我們說現在香港的房屋問題 不可以直接短路地說成為土地供應的問題 我們一定要回去說土地分配的問題 究竟這些地分配給誰 究竟這些地為何被一些人團職 我們有甚麼辦法 可以令到這些團職的單位和空地 可以優先用 而不是走去別人的村 其實都挺可悲的 即是今日GIC 50分鐘 我和劍青 提到最多就是三個字 發展商 另外兩個字 團職 和內地 即是 是的 三大句 即是 即是今時今日香港搞成這樣 即是我覺得 責任真是在不少發展商那裡 即是如果你初初認識 涵海幫阿Roy 五年前、六年前 名符其實是一個 只是講環保的人 但近這幾年 我已經慢慢體會到 城市規劃講的那些環保 如果你不說地產霸權 和土地分配那樣東西 是無從蠟燭的 所以其實我自己看到一個問題 不僅是環保的問題 不僅是居住的問題 就是地產商在香港實在太有 它的生存或者霸權的方式 令到現在我們 所以我也很擔心 就是GIC 即是一些休憩地 香港已經很局促 不夠運動 很多人都 還要改橫 還要拿別人的體育成 那樣 蔡崖面 那樣 究竟是否 還是這樣去行 這個土地分配呢 所以其實 我真的做了一個結論 不知道大家在座 在座不同意 只要地產商越少 在香港影響力 香港人才會有運行 不過這個是一個願景 或者今晚發夢 才可以做到的願望 但是似乎 梁振英上任 我是有少許期望 不過現在沒有了 就是 他想過 希望在一些地產商 拿回一些香港居住的一個機會 智業的機會 很可惜 就是他上任 三個月 樓價反而升了 樓市指數是創新高的 就是他本身是做測量 就是做地產 就是其實 我們不要 就是有寄望 他其實 都不是一個地產的人 就是 今天其實我們說了幾十個 除了新界東北以外的 一些土地發展 全部是好過 新界東 挑選新界東北的 就是 大家可能聽眾都聽到 是 全部都好過新界東北 就是又不會影響人 就是 又是屬於政府的地 又不用收地 又不用送了我們的公帑 整千尺 送給猴志強 那些鄉新的 那為什麼政府要堅持 去發展新界東北呢 很明顯就是 另外的目的 就是我們說的 深港同城之類的問題 好 都希望大家繼續 關心我們香港的 城市規劃的發展 因為我們不可以再被這個 這麼困惑的政府 就是繼續 是門騙 就是香港市民之外 也都用它的語言藝術 繼續騙到你和我 以為 就快有地 就快有樓 就快可以安居樂業 就是 你看到啦 DBC都這樣 蓋了旗了 就是 我們希望 各位朋友 看著我們的節目 或者看著我們網上直播 聽著的都好 就可以現在來到我們公民廣場這裡 7點鐘開始 由民間電台接力 繼續 是我們 撐著我們的言論自由 在公民廣場這裡 那這裡 順帶說一說 希望大家繼續支援 DBC大班 何國輝訴訟基金 希望大家可以把捐款 捐到恆生銀行的戶口 就是 280-441-940-001 再說一次 是恆生銀行的 280-441-940-001 請將你的入數指 連同 可能要寫你的名字 就去 給周啟邦律師事務所 在這個 永安集團大廈23樓 在德庫道中71號永安集團大廈23樓 在場代表RTV 也很感謝在場的觀眾 網上的聽眾 Roy 和陳劍青 將這個台這個時間 給民間電台 他們會繼續用FM102.8 繼續向大家直播 RTV仍然會繼續有網上直播 希望大家 來到公民廣場這裡 不見不殺 未经由 超過 也許 也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